《死》對很多人是忌諱 但偏偏沒有人可以逃避 以前當院友健康出現變化 院友就只可以送到醫院 但有善終及臨終護理服務之後 院友可以選擇留在宜康 在家人的陪伴之下 行員人生最後一程 雖然房間是小小的 但都是你的房間 你對房間的環境又熟悉 對護士、照顧你的人 每個人都很熟悉 即使走過一點 聞到飯香都知道就有飯吃 熟悉的環境 即使過身時都會比較安樂 Florence爸爸在2009年 入住薰治儀康中心 他是院友家屬委員會委員 而在院方推行 善終及臨終護理服務 他也是工作組裡面的成員 這個工作組的成員 有院的總監、社工、心靈關顧啟導師 護士長、院友代表 以及院友家屬代表 他們會定期開會 原因是善終及臨終護理服務 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除了院友和家屬支持 護理人員也要經過訓練 除了醫療、心靈的舒緩 在善終及臨終護理服務 亦占很重要的部份 當家人 例如要面對老人家 去到最愛 要面對死亡的時候 他們很多時的心情都很難過 或者他們不知道怎樣處理 我們都希望透過在這段日子裡 去輔導他們 幫助他們 可以去更加珍惜這段時間 除了有心靈關顧啟導師之外 遠方還特別設有一輛卡車 方便院友和家人有需要的時候使用 這輛車最主要是 當我們的老人家在他的身體上 如果真的我們發覺 他的情況都會轉差 甚至乎他很多時都會在床上安睡的時候 一旦我們知道 如果那個家人 真的會很長時間陪伴著老人家 在當中照顧老人家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這輛車放在床邊 幫助家人知道有甚麼可以做到 而在這輛車上面我們會有一個CD機 而CD機裡面我們都會有一些CD可以給他們 我們都希望在當中可以幫助老人家 在安睡的時候有一些音樂可以去安慰他們 鼓勵他們 我們亦都有一些紙巾盒 亦都可以幫到家人 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幫老人家去抹 或者甚至乎自己的字用 我們亦都有一張卡 用來鼓勵住家人 其實在這段日子裡面 有甚麼很重要的時刻 我們可以有甚麼可以做到呢 我們亦都會安排到一些杯子 希望在這段日子裡面 可以給到家人都不用擔心茶水 甚至有其他東西 我們都更加有一本的書 有一本的行物 這本書我們叫做臨終關懷實用手冊 我們希望在裡面可以給到家人知道 在照顧老人家的當中 可以怎樣可以去更加貼切 我們最後這兩樣東西 就是一個海綿棒和一個手霜 我們都希望在這段日子裡面 我們知道老人家在最後期 那個口唇都會乾 手和皮膚都會乾燥 所以希望這兩樣東西 都能夠讓家人照顧老人家的時候 可以更加舒服 除了希望軟油能夠安長舒服 送軟油離開 軟方亦作出重大改善 以前離世的軟油 會由地牢經過長長的走廊 靜兆兆地由後門的落貨區 離開中心 原因是擔心其他軟油介意 但有了善終及臨終護理服務之後 目前離世的軟油會堂堂正正 由大堂的另一邊大門離開 而在牠身上更會蓋上一張瘦有蝴蝶桃圖案的皮 另外離世的軟油的房間 同時也會貼有蝴蝶以示尊重和紀念 梁竹花蝶寓意重生 有另一個開始 修葬夢蝶 人滅但精神刺蝶 永久長存 宜康的善終臨終護理服務 選擇蝴蝶 除了紀念長者 還希望員工能夠發揮蝴蝶效應 互相做多一點 就能夠為院內長者提供更好的服務 直到最後 現在在我們身邊的 也有宜康時嘉堡分治中心 就是這個家屬議會流程代表 就是五漢森 Johnson Johnson,多謝你上來跟我們分享 你和你媽媽的故事 因為我知道你媽媽就辭世了 但是在臨終的時候 你和你的家人都決定用這個善終服務 有什麼原因令你們會選擇用這個服務 我媽媽去年年尾過世 她入了宜康六、七年了 但是之前那幾年 我已經知道她有失智症 入了宜康 受了這麼多好的服務 使得她的衰退的程度就沒那麼快 但是始終都是雖月催人 年紀老化是自必然的事 所以她的身體的健康 她的智力一路一路退化 這樣直到一兩年 她已經失去言語的能力 又吞煙又有問題 又忘記了很多東西 又跌倒 所以她的情況 使得我已經有心理準備 剛巧兒康很積極地接受了政府當時 呼籲護理院去接受多一些善終服務 那兒康就反應很快 就有講座 又有些訓練 就是有些訓練 招呼籲人員去接受訓練 我呢 就有機會都去參與一下 接受了一天的訓練 就得益不少 所以我已經知道善終服務的運作 種種的知識 我媽媽去世之前的幾個月 有一次她有急症要入醫院 肺炎 對 肺炎 她又高溫 而且心跳 進去救了之後 那個主診醫生是老人科的 跟我這麼說 她說你媽媽都是要去的了 是時候你要考慮這個問題 你在醫院那裡度過善終 或者是回到儀康度過善終 叫我做一個決定 我當時很快手 當然是儀康 所以就是這樣 就出院了 兩天之後出院就回到儀康 其實要面對住 家裡有人要離世的事實 心情一定是很難受的 那麼儀康的善終服務 有沒有教你怎樣去面對 普通來說 儀康就可以教 因為我經常去儀康 和護理人員和醫療的醫生 很有溝通 就不需要接受什麼指導 那麼他們儀康怎樣給我媽媽的服務呢 就是如果痛就給止痛藥 醫生寫著的止痛藥 有痰就用吸痰機 有缺氧就用氧氣 這些是要醫生准許的 不是我叫 讓他可以舒適一點 舒適就走到最後這一步 好多謝張成你跟我們的分享 不如跟我們的電視觀眾 都呼籲一下 因為儀康的工作實在很值得大家的支持 是的 各位觀眾 儀康的服務實在最優質的了 請你們多多支持 尤其是他現在推薦 這個善中服務 是需要很多資源的 請打電話 好 謝謝Johnson 大家快點打我們熱線電話 在等你 謝謝 這些女人家為社會貢獻了大半身 我們應該盡我們的能力 令他們可以安享萬年 只要大家積極地捐助 一群長者就可以覺得更有尊嚴 更開心 今晚的籌款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觀助 為長者出力 現在就打來捐款熱線 儀康中心的完善護理 以及食心照顧 令到老人家住得舒服 家人安心 最重要是令到他們有一個家的感覺 真正做到安享萬年 儀康可以做得到 因為有你的支持 今晚這個籌款節目 請你盡自己的能力 去幫助長者的一個黃金歲月 現在就打這個捐款熱線 每一個人生都有不同的際遇 而我們今天的嘉賓李斯蘭女士 她就認為只要盡力 問心無愧就可以了 她今天也用她自己的自傳 畏則難心的名義 捐了六千元給儀康 我這時候就請李斯蘭女士 把支票交給儀康中心董事會主席 黃美豪 以及儀康基金會總裁 蕭顯楊先生代表接受 好,謝謝三位 也請李女士跟我們的觀眾呼籲一下 時光匆匆流失 儀康提供照顧老人的知識和治癒 為病患者的家屬帶來希望 如果有心仰、有感動 請勒卡指定416-296-9595 我們正在等待你 謝謝李斯蘭女士 梓青,其實每個人都有追夢的權利 有些人的夢想希望可以完成大學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間大學 很有趣的,在儀康中 她只收了一些人生月曆豐富的公公婆婆 是否很想看呢 我是儀康的譚寶英 我是儀康的大學大學生 我叫潘老闆 我是儀康大學的學生 我是馬耳文 我是儀康大學的學生 除了以上三位婆婆 她們都是儀康大學的學生 我們負責設計活動時 都要尋找一些新的靈感 在我們尋找靈感的時候 我們無語當中看到一份報道 就是關於中國北京 有好幾百的長者 她們一大清早就去排隊 報名讀這個老闆大學 因為她們退休之後 身體非常困惑 她們就四處去尋找一些 能夠學習的機會 和她們的生活更加充實 我們看了這個報道之後 就發現我們都可以試試 於是在去年九月的時候 我們就成功地開辦了 第一屆的儀康大學過程 沒有 我沒有讀過書的 因為我小時候家家窮 我沒有書讀 我根本還沒夠學歷 雖然說教書 都是教那些幼稚班 小學而已 都不是屬於怎樣教的 自己想增值一下 日本小時候 小時候讀很少書而已 因為經濟環境 上一代能夠接觸教育的 都比較少 所以當知道現在自己有機會讀書 而且還是大學 就吸引了很多院友報讀 好像院內叫小英的譚婆婆 年輕做車醫 從未讀過書 以前很少參加院內活動 多數在房間睡覺 但報讀了大學之後 就從無缺貨 我希望學多些色字 學多些細節 潘婆婆算是身軟有 住在這裡只有七個月 以前是小學老師 但她仍然有興趣讀儀康大學 但有些都挺深的 所以我想每樣都學一下 頭腦靈活 面對馬爾文婆婆 讀書的好處 是可以令自己爽快 保持腦筋靈活 天天都這麼空閒 有東西學 提醒腦 好過一份狗 又有運動 又有畫畫 又有咬文雀字 挺好的 咬文雀字是很多院友都喜歡的科目 是屬於智能科裡面的課程 我真的覺得很有課 同學需要填寫一些成語 或者是結合語 除了智能科 還有體能科 體能科就是同學做腦保健舞運動 1、2、3、2、3 另外還有藝術科 就是畫畫和手工 最後就是服務科 同學要參與一些院內的服務 而院方更會因應各個同學的程度 以調節內容 好像咬文雀字科成 你會看到有些同學 不是做中文 而是做宣術 又或者是砌平板 原因是院方在乎院友的參與和興趣 我們留意到 他們以往出來參加節目的時候 是有空的時候才出來參加 但是當他們報了名 真的做了這個學生的時候 他們就很積極、很準時 拿著他們的書包出來上課 也都看到他們是互相幫助 當他們一起去研究、一起去做功課的時候 他們是互相切磋 也都看到他們完成他們的作業 譬如他們畫了一幅畫的時候 他們是很開心、很自豪 上大學 除了令院友有成功感之外 也增加了院友之間的友誼 好像譚婆婆 很多時候都不會寫字 要找潘婆婆幫她寫 做替槍 而潘婆婆也不會介意 對,請槍 因為有些我不懂 認識的 認識的就自己寫下去 不認識的就請槍 大家朋友一場來到這裡 大家都是姊妹 也沒甚麼分別 有空又說她聽 又不敢去教 為了令院友有上學的投入感 報讀的院友都會有學生證 除了要上課 要完成這個大學課程 還要計算出席率 每位同學都有一張出席表 每上完一課就會有導師簽名 最少要完成50%的出席率 只可以獲得一個學分 而要有九個學分 才可以畢業 他們將會是 宜康大學的第一批畢業生 雖然美其名為大學 實際只是院外活動 但這班宜康中心的長者 就身體力行實淺 做到老、學到老 追求知識的夢想 那就學 想學得點就得點 可以 我也會繼續報讀下去 我會揭穫的 每次都有上課 我們最新的善款數字很開心 我們有六萬元 不過我們義工說他們不夠辛苦 大家繼續努力打電話 不過真的很令人鼓舞 謝謝你 絕對是 謝謝大家的支持 記住我們的善款 是需要你們繼續打電話來 才可以籌得到的 我多人多的朋友 可以打416-296-9595 做善事的喜悅 是你一定要踏出第一步 你才可以感受得到的 是啊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要將華人的美德 要延續下去 我覺得新教很重要 所以今天我們很開心 請到宜康基金會的總裁 蕭顯楊先生 上來跟我們分享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很有意義 因為故事的主人翁只有七歲 我想大家都很想聽 Steven說這個故事 Steven 謝謝你 正如剛才的紫青說 踏出第一步是最重要的 這個七歲的小朋友 其實有一天 好像今天的天氣 風和日麗 他跟他最親愛的公公婆婆去行山 行山的時候 他撿到一些 一粒一粒的橡樹的果實 就是這些 這些橡樹的果實 如果大家知道龍貓的故事 就是經常講這些橡樹的果實 那他爺爺就說 不如我教你做些小玩具 弄一支牙籤下去 刺了就可以撞一個陀螺 在桌面上轉你上來 很好玩的 但是這個小朋友 他一想起 他曾經在宜康裡 做個兒工 我這麼小的小時候 他來唱歌跳舞給老人家 他那次來宜康他深受感動 他覺得說 宜康服侍一些老人家這麼好 見到那麼多要坐著輪椅 要受人照顧老人家 得到好好的照顧 他覺得他要給宜康一些支持 尤其他對自己公公婆婆的一個愛心 也都鼓舞了他 他回到學校 他跟他老師說 我要在這裡做一個 Fundraising的籌款 他做了一批陀螺 賣給同學 兩毫半紙一個 一個quarter一個 他籌到十三個二毫半 跟著他自己十三個二毫半 不夠了 自己暗一袋 還有一個七毫半 剛剛合起來十五元 他拿來宜康送給我們 這筆線款 對我們來說 雖然只是十五元 但是我覺得這個弟弟哥 他能夠以他這麼小的年紀 七歲已經擁有了 我們中國人經常說 這個老不老 以及人之老的精神 我們值得很鼓舞他 所以特地我要把這個故事說出來 捐款 不論你是小時候 還是年紀大 其實都應該考慮一下這個問題 幫幫 需要幫助的人 對 Phoebe 只有七歲 都懂得有這樣的善心 Steven 你做籌款 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除了這個故事之外 還有甚麼特別觸動你的心 其實不如說一些近事 除了剛才我說的七歲小朋友 今天 昨天我們有一位84歲的老人家 這個Henson Go 他姓吳 吳先生 他知道儀康今天有這個籌款活動 他立即自己捐了六千元 或者是一個自己身為這樣的年紀的人 他會體會到年紀大的人的需要 所以捐款是無分多少 亦都無分年紀 不如這樣 我們請Steven跟大家呼籲一下 其實真的多多益善少少無拘 支持今天的老人 就是等於支持明日的你 我覺得我們應該大家盡分一分力 無論你是甚麼年紀 做甚麼職業 大人的小朋友 都應該有這份老人家的愛心 好 謝謝Steven 大家記住 努力打我們的捐款熱線 416-2969-595 或者1866-933-4664 接下來我們一起看看奇魯中學團 這裡是墨西沙加爾康的活力 長者及外展服務部 現在是上午九點 已經聽到鎮鎮音樂聲 原因是他們的千禧雅樂坊 正為稍後的演出在排練 這個樂團在2008年成立 團員有三十多人 表面上和一般樂團似沒有分別 但事實他們有兩大特色 第一是成員都超過60歲 除了是長者 第二特色就是大部分團員 都是在樂團成立之前 幾年至學本身的樂器 成立音樂團 就是一些樂隊 我是很有興趣 不過從儀康來說 我是沒有心插樓的 開始的時候 我沒有想過 老人家可以組織一個樂隊 這個中樂團 全部都是退休人士 樂團的團長包老師 今年77歲 以前在香港教書 來到加拿大 初初幫忙照孫 但是幾年前 孫子逐漸長大 就開始找不同的活動 充實自己 當中包括參加儀康的外展服務 跟高老師學儀壺 KC72歲 之前是會計 退休之後就決定學異壺 黃博士也是72歲 之前是香港中文大學 新聞系教授 也是退休來到自學異壺 吹笛的黎姐80歲 七年前才學吹木和笛 其實都可以學東西的 只不過沒有那麼好 不會像年輕人一樣 學得那麼厲害 老師這樣教我們 我們初初畫得不漂亮 做得不到 老師說自己覺得漂亮就行了 自想自如 就記得他這句話 所以就努力點做 主要是退休之後才學 相手方面比較困難 變成我們主要是用功一點 自己